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称作玉体山 玉体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天皇陛下之身 在比瑞山不断深入修行的回风行修行者 从这株山树面朝京都寓所的方向 祈祷天皇陛下的健康和国家的安宁 这里面到底蕴含着什么意义呢 在大约一千二百年前 环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迁至京都 这就是平安京迁都 在迁都的大约两个月前 环武天皇下了一道命令 为了防止妖魔鬼怪出来骚扰平安京 环武天皇下诏 将平安京的鬼门所在之处比瑞山 建立为镇守国家的寺院 这个寺院正是由日本天台宗的开山祖师 传教大师罪程所创建的比瑞山延历寺 比瑞山延历寺也被列入世界遗产 古都京都的文化财产之中 严历寺的守护神日吉大赦 位于比瑞山的山脚 在每年五月举办的山王礼拜奖中 严历寺的僧侣们都会在神前讲释法华经 这个仪式是由从前 神灵曾因为僧侣们带夺修行 而怒不可遏 严历寺的僧侣们为使其息怒 在神前举行论议法会 讲释法华经这一传说而来 严历寺的僧侣们 在比瑞山的修行到底是怎样的呢 严历寺的最大特征 是整座比瑞山均为修行道场 其由来是因天台大师志凯主张 应在山岳修行中追求佛教的真实理想状态 传教大师继承了这一教会 以入比瑞山节安修行作为开端 传教大师将自身在比瑞山 长达十二年的修行中所获得的成果 传承给了下一代 同时为了培养拥有慈悲之心的国宝级人才 将比瑞山作为修行道场 创设了严历寺 传教大师之所想 与环武天皇所期望的 镇守国家之想法不谋而合 那就是祈祷天皇的健康 和国家的安宁 这是自幼尊崇佛法 年仅十五岁 就进入比瑞山修行的相应和尚 相应和尚 在遵循传教大师制定的十二年龙山修行时 走遍了比瑞山中风 相应和尚认为这正是比瑞山的一种崭新的修行方式 于是创立了回风行这一独特的修行方法 在千日内 踏遍约四万公里的山道 于2017年9月18日 完成苦行千日回风行 并获得了大行满 大阿蛇黎称号的 福库浩元大师 向我们讲述了他开始修行的缘由 私は比瑞山に来るまで その開放行 アジャリ様というのを全く知りません この比瑞山に来て 今の思想にあたる 江波春初アジャリ様のもとに 来て 修行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その時に初めて開放行 アジャリ様というのを知りまして そこで修行していくうちに アジャリ様に尊敬 憧れという そういうお坊さんになるためには アジャリ様がされてきたことを 少しでも実体験したいなと 深夜2点 修行从出发地点 吴洞寺古明王堂开始 修行者一边誦经 一边参拜山内 二百六十几处的場所 持续行走大约三十公里 回風行修行者的装束 是頭戴 琴色蓮花的斗笠 身穿白衣 脚踩草鞋 腰缠成为死出扭的绳子 并且佩戴一柄 降魔剑 这表示 如果修行在中途受挫时 需有自觉性命的决心 也被称为死之装束 二十代 二十代でしたら まだ覚悟ができてませんでしたので そういう自分に弱いところが出てき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 覚悟ができましたので 少しばかり触れておりましたので 気持的には 苦しみというよりも 行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喜びです 回風行的原点 本是香印和尚 在七年間一日不休的 在根本中堂供花这一行為 現在 再行礼拜的場所 将供奉日本芒草叶作為供花 使香印和尚的意願延续至今 正好了 少し了解 很高 回风行 也被称作步行禅 需不停重复边走边参拜的动作 在中途 唯一一处可以坐下参拜的地方 就是玉体山 解放業的一つの目的でしょうか 国の安泰につながりますので そこで一生懸命お家事をさせていただく ことを毎日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 玉体山 千日回风行 在七年的时间里 大概要行走四万公里 相当于绕了地球一圈 此外 修行者还需进行入堂修行 在九天的修行期间 不食不饮 不眠不卧 这种可谓是挑战生命极限的艰苦修行 在战后只有十四个人完成 完成了这个修行的准备 福福浩原大阿蛇舍离 现在对当时的修行做何感想呢 歩かせていただいて 病気も怪我もなかった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最後の900日目の最後の方に ちょっと足を痛め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ですけれども 皆様 周りの方ですね 手伝ってくれている方や 沿道でお家事をお待ちの方たちの お声掛けですね 頑張ってと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いう言葉で それが励みになって 私は辛いとか痛いというよりも ありがたいなと思う気持ちで 回ら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这是在大约1200年前 是桓武天皇惶恐不安的怨陵 为封其邪器 当时采取了封印鬼门的辟邪措施 鬼门指的是东北方位 在阴阳道中 东北角攻鬼出入 所以自古以来 这个位置都被视为 诸式壁形的方位 京都御所的围墙 只有东北角不是直角 而是建成了 像这样凹进去的形状 这是为了防止 来自东北方向的恶魔侵扰 而去掉了围墙角 并且在十二帝之中 与鬼门相对的是西南昆卫 所以在这里 供奉着神圆巷 来镇守鬼门 京都御所东北角的围墙 叫做园石 这里的屋檐下 也供奉着神圆木雕 以镇守鬼门 这是严历寺的守护神 日吉大赦 被视为神使的神圆 在这个神社中随处可见 在严历寺的传教大师 玉庙中 也设有守护大师玉玲的 神圆雕刻 传教大师 传教大师曾经在比瑞山 封印了到平安京 作祟的妖魔鬼怪 这一传说流传至今 此外 在比瑞山上还建有封印 妖魔或祭祀用的寺堂 和庙宇等场所 就像这样 封印鬼门 封印妖魔 为天皇陛下的健康 和国家的安宁而祈祷 为实现这些目的 僧侣们需不断进行严格的修行 才能成为国宝级的人才 以瑞山严历寺 跨越一千两百年的历史 通过众多高僧 名僧 将此类法事历代相传 延续至今 以森川红印 天台座主为首 约九百名的僧侣和信徒 朝着京都寓所方向前进 位于中心的 就是府窟浩园大阿蛇梨 只有修满千日回风行的修行者 才可以穿着草鞋 进入天皇御殿 这被称为土足餐内 在天皇御殿内 府窟浩园大阿蛇梨 为天皇陛下的健康 和国家的安宁 而加持祈祷 那种姿态 犹如从前的相应和尚一般 在使用通过严格修行后 而获得的法术 帮助天皇和天皇身边的人 一生懸命 一生懸命一生懸命 不知地 和平均 西田 湖 中身 在 后生 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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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经的名称 与每年后千年后 也可平安安宁的生活 温武天皇的这个城治心愿 从794年的平安经迁都开始 直至1869年的首都迁至东京 持续了约一千年的漫长岁月 这就是京都被称为 千年之都的由来 通过列入世界遗产中的 各个古都京都的文化财产 如今也可以看到平安经时代的风貌 比瑞山严历寺 自始至终静静地守候着 这个千年之都 这里的众多僧侣们 将来也一定会一如既往 为国泰民安而祝告祈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